第八百七十七集 仿佛出现在夜晨的身前 就在要刺入夜晨胸膛的刹那 夜晨突然抬起头来 他笑了 瞳孔更是绽放诡异的光芒 老杂种 你当真以为老子可欺 入神境四层天 给老子破 夜晨大喝一声 周身冲出一股魔光 在魔光洗礼之下 气息节节攀升 此前服用的大量丹药 此刻药力化开 夜晨直接踏入入神境四层天 恢复全身伤势 一巴掌拍出来 直接打碎漫天兵剑 再一把抓住巨大的兵剑 朝着日剑玄劈飞回去 百丈兵剑比来时速度更快 日剑玄神色大变 双臂一震 背后神王道加持 隐生生挡住百战兵剑 可全身经脉都被震断了 正当他准备喘息时 又一柄神王器飞来 这柄神王器速度不快不慢 众人也是一脸茫然 四品神王器 威能不高 杀不了日剑玄呢 夜市天要做什么 正当众人茫然时 一朵云蘑谷呈现而出 鱼波震荡四周 领得数十位神王镜 一二层天的长老受创 日剑玄则直接处于爆炸中央 在鱼波震荡下 全身骨骼爆裂 神王道都断了 已然奄奄一息 夜尘迅速出手 一剑抹杀了日剑玄 而后故意猛地喷血 装作自爆神王器 遭到反噬的模样 灰剑指着诸多长老怒喝道 今日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实战 来十个人 一人一场 单独同我作战 赢了 算是给你们弟子报仇 若是输了 给我滚开 老子还有事要做 就在刚才 夜尘感应到 有人在向他求救了 对 是求救 这股感觉 比最初进入金佛密宗前 还要强烈 但无法彻底感应到是谁 可能让夜尘有所感应的 必是身边之人 需要专门花时间 去探寻是谁在求救 所以夜尘没时间 和这百派长老纠缠 若百派长老识相 夜尘陪他们打完 算是给他们面子 让他们好交差 若是不识相 只能灭杀一切阻挡之人 这小畜生竟然自爆神王器 看他样子 必然遭受重创 虽然破镜到了 入神境中期了 但我们没必要 已长长打下去了 他得到了太多神王器 和混元仙器 若任由他在死的时候引爆 我等恐怕损失会不小 慕随愿静静地说着 的确 夜尘天现在手中 至少有数百件神王器 若是他明知必死 在死前将神王器引爆 那便得不偿失 大家一起动手吧 不用在乎面子 立即斩杀夜尘天 话语落下 一股刀芒划过半空 直逼夜尘而去 一柄长剑祭出 也是冲着夜尘而去 刹那间 数十柄神王器同时祭出 至少超过二十位神王镜 初中期的长老出手了 要绝杀夜尘 如今局面脱离控制 那便不用等下去了 也不在乎颜面 诛杀夜尘再说 草原上浮现出一个个坑洞 夜尘根本想不到 这群老怪物会不顾名声 对自己动手 此刻他的休闲服尽是鲜血 很是狼狈 二十个门派长老出手 届时祭出神王器 与要一次绝杀夜尘 至于夜尘所提擂台战 谁和夜尘打擂台赛 开玩笑 直接弄死得了 之前大家不出手 也不过是局面可以操控 可以逼迫夜尘自问当场 至于现在 既然控制不了 那就出手杀夜尘 夜尘狼狈躲闪 好不容易稳住身子 便露出狠辣的眼神 一群老东西 长着人多欺负老子 既然如此 那就不能怪我了 瞬息间 三十多件神王器 从夜尘的手中飞出 朝着二十多位长老飞去 这些长老也是狠辣 直接擒拿神王器 想要阻止爆炸 没有理会 已经跑出数千米的夜尘 前兵报 给老子报 夜尘神魂一动 直接引爆三十多件神王器 无比强横的冲击波 将它都掀飞了一些距离 一朵朵云蘑谷腾空而起 无数血肉纷飞 根本不见什么门派长老 原地只剩下一个个巨大的坑洞 有数百米之深 漫步血肉 天穷中 一条条神王道崩裂开来 预示着长老们的陨落 二十一位神王镜 初中期的门派长老 直接被三十五件 同阶神王器包围后引爆 不死都得死 这一幕看得众人身心俱振 夜尘居然真的自爆神王器 托了这么多长老陪葬 刚才他的言语 不虚是真的 慕随燕等人瞳孔放大 背后已然湿透 幸好刚才自己没有动手 否则此刻早已被重创 天王 林狂等人神色阴逸 却是看见远处 从泥土中爬起来的夜尘 迅疾双目猙獰 纷纷欲空杀出 夜是天 引爆这么多神王器 居然不死 必须赶快杀死 否则他引爆身上 所有的神王器 大家都得死 杀 杀夜是天 赶快杀死夜是天哪 顷刻间 还残存的一百七八十位长老 清朝出动 包括四位混元静的长老 都只有一个念头 诛杀夜是天 郑伯出手 七小姐 去呀 夜是天只要不死 来人必是何道静 甚至可能成就造化镜 是我北宫家族的助力 北宫子豫拿出五件混元仙器 扔给郑伯 王琪等人言道 尽可能挡住他们 让师父逃走 我已经通知八长老了 郑伯低头看向手中 两件九品混元仙器 目光闪过 旧夜尘意味着 结交未来的造化镜强者 但也意味着彻底 开罪百派 罢了 护卫队 留一人守卫七小姐 其他人随我出手 郑伯大贺一声 纵身化作一条金毛狂尸 他竟是妖族化形而成 难怪会是北宫子豫的奴仆 可他也是混元静中期的强者 手持两柄 巅峰混元仙器 直接强行挡住 穆随怨等四位混元静高手 五位混元静隔空对轰 鲜血四溅 郑伯以一敌似 却是抵挡住了 甚至重创无欲主持 四位 别参与了 老夫在这里 你拦住我们 夜市天爷得死 穆随怨等人倒是罢手了 冷冷的看着郑伯 边上 王岐等六位神王静 手持三柄混元仙器 却是挡住二十位神王静长老 虽然被杀得鲜血四溅 肉身几乎崩裂 却依旧是挡住了 北宫子豫的手下 挡住四派混元静 百家二十位神王静强者 这也是北宫子豫能做的极限了 师父 你快走 等一段时间再回来 我通知八长老 过段时间见你回来 你快走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北宫子豫一边传音 一边无比欣慰 自己今天总算是看到 夜晨的强悍了 一次炸死二十位神王静强者 虽可能瘦窗不小 但也依旧是天骄了 至少比穆峰 李红等人强了太多 已入神静之修为 做到了混元静 才能做到的事情 未来必是纵横天下的绝代强者 徒儿 你做的够多了 为师还没沦落到 要落荒而逃的地步 这些人固然很强 但杀我夜是天 这还远远不够 夜晨助力在草地上 如若一尊王者 浩渺天下一般 狂 狂到了极致 一百多位 比他还大一个大境界的 强者诛杀 他居然丝毫不惧 只因为他夜晨 最不缺的就是大杀器 刹那间 异象突起 夜晨背后一条条 神王道呈现而出 此刻 那群长老全然没有注意到 夜晨的变化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和夜晨的距离 近在咫尺 可夜晨依旧没有退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两者要彻底触碰的时候 夜晨嘴角勾勒一道弧度 更是怒吼一声 千兵爆 随着夜晨话音一落 五十柄神王器 上千仙器 齐齐飞射而出 落在那群长老身边 骤然间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动车天地上下 随之而来的是一条条神王道崩裂的声音 这一幕太过壮观了 十七位神王镜 一二层天的长老 诸多兵器爆炸之下 直接殒灭 更是重创了 超过三十位神王镜长老 没受伤的长老也是一脸骇然 更加疯狂地杀向夜晨 就犹如他们的弟子一样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彻底杀红了眼 谁也没想 夜晨身上有这么多神王器和兵器 关键还能同时引爆啊 这简直是暴殿天物 关键还不要命了 夜晨看着那些降落到身边的老者 眉头微皱 都没死啊 还想要来杀我 罢了 夜晨微微摇头 下一刻魔光四溢 犹如盖世魔神一般 今天便让你们知道 我是什么身份 与我而言 你们才是卑贱的东西 与全卑贱的蝼蚁 还妄想杀我 可笑 夜晨如若魔神 平淡地看着冲来的 多位神王镜长老 忽而振臂一挥 言道 三位师尊 还有八具守护魔僧 五具强者 全部都出来吧